新北市一所公立国中 一年内爆出两件乌龙榜单事件 先是在去年校内出现两位满级分学生 其中一人的求学故事 还因此登上媒体版面 如此美事却有内部人士踢爆 原来该名学生根本未达36级分 而真正满级分的同学向学校反应却无效 另外今年则是在前三志愿的人数上大灌水 对此校长梁坤明表示 所以在时间很匆忙的情况之下 就是把甲生跟乙生两个物质 这个是我们在处理上的一些俗词 前三志愿的部分其实是我们老师 他把那个标准抓错了 他把新北的某一个学校的标准 抓成前三志愿 所以让人数比原本的有多了一些 未来我们会再更慎重地处理 有关于学生的相关的一些资料 希望避免再有相同的状况产生 突发中心 新北报道